大连球迷想到了能赢,但没想到能赢得这么精彩,一场3比0大胜,可谓酣畅淋漓,暂时保级上岸,如果今晚争冠球队鲁能战胜保级球队重庆思维,那么升把马大连一方,将在大连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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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第17轮超越重庆思维,虽然暴击之路依然艰辛,但显然一方收获了信心,继续这样众志诚诚地踢下去,相信比赛季结束,并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结果,此意,大连一方掌握了比赛节奏,主教练舒斯特尔确实执教功力深厚,根据球队现状,他继续将琴声后撤,搭档杨善平坐镇中类,经验丰富的老将周挺潜移, 打满全场并展现出充沛的体能,后防线稳固之后,一方进攻端打得风生水起,三名外援将自己的脚下技术与阅读比赛的能力完美展现,他们的职业态度堪称典范,穆谢奎一直大连球迷心目中的奎宝,此意他不仅进球欲望一如既往,而且把握机会的能力极强,更体现了敏锐的门前嗅觉,三力进球,下继续约穆谢奎, 让球迷感到真是物美价廉,卡拉斯科从世界杯赛场在玉归来,确实展现了驾驭中超联赛的超强能力,他的突破过人,不仅给对手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,也提着了士气, 间歇期后,卡拉斯科出战两场比赛,打进制胜一球加两次助攻,盖坦一助攻,里亚斩获一球加一助攻,比利时裹脚卡拉斯科跟盖坦,穆谢奎的配合日益默契,他帮助球队连克上岗,负力两大强敌,一,雪千尺,大连一方成为了巨人杀手, 这样踢下去,宝吉非常有希望,球队最大的收获是外援带动了本土球员,全队找到了赢球感觉,大连足球史上,隐缘重重实用性,佩莱,斯恩森,伊黑,金斯,汉斯,内美切克,奥兰多,潘塔,安比尔森,什尔江,尼古拉斯,杨格埃奇,詹姆斯,安真幻,这一串名字令美名大连球迷如属家珍, 他们用彩华语之夜书写着大连足球的传奇,此以昔日功勋外援杨戈维奇现场观战,体现了他对大连足球的关注与浓浓情怀,有道是,能力决定下线,态度决定上线,大连外援场上投入,非常职业,离队或退役的外援也关注着足球城,中超球队演员应该注重实用性,而不是,一定大牌就适合, 卡拉斯科的职业跟比利时同胞维特赛尔形成鲜明对比,维特赛尔不辞而别,莫德斯特又因掌心问题闹得满城风雨,转会传闻不断,同为外援,全剑形何以堪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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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